文字幕志愿者 李克强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相关政策和方针 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上河组织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 介绍中方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 推动政治 安全 经济 人文 对外交往 及至建设六大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 无各方一道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华人情 华人事 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雅芳 中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26号到12月2号 出席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对宣阿力进行访问 以及出席上个组织成员国总理理事会第16次会议 中方指这次行程对进一步推进上河组织 以及各国的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 那么更多消息立刻来看今天的焦点之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在缅甸访问 王毅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 他表示在若开邦问题上 中方尊重缅甸和孟加拉的主权和自主权 根据双方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 发挥中方的作用 中国外长王毅对凤凰卫视表示 在缅甸两国间穿梭访问后 了解双方情况和综合缅甸两国主张的共同点 中方提出了解决若开邦问题的三个阶段解决设想 缅甸双方都表示赞同 中方认为若开邦问题应该是先议后难 循序渐进 当务之急是把人道主义援助搞好 解决避难民众生活的急需 避免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要着手做好启动遣返的各种准备 因为这个准备工作还是很复杂的 最了解情况的是缅甸和孟加拉方面 所以还是要鼓励和支持 当事方之间来进行平等友好的协商 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国际社会可以关注 在国际社会应该是支持和鼓励 缅甸和孟加拉来进行谈判和对话 那么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我们高兴看到现在双方的对话已经启动起来了 王毅说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非常赞同扶贫发展长治久安的想法 因为贫困是产生动荡和冲突的根源和土壤 扶贫带动发展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这对缅甸孟加拉和整个地区都是好事 王毅说中方作为缅甸的好朋友 好邻居好伙伴 希望能够为妥善解决若开邦问题上 发挥中方的作用 中方鼓励缅孟双方坐下来 平等友好协商 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先上谋缅甸内比都采访报道 那么王毅又谈到了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表示中国和缅甸共建一带一路 将有力推动缅甸的整体发展 王毅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和缅甸探讨建设经济走廊已经有一阵时间 中缅经济走廊的好处是在于 能把目前中缅互利合作的大项目相互联同起来 彼此促进形成一个集成的效应 中方提出这个设想后 缅甸国务资政的昂山素季和缅甸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我明确地告诉我资政 那么中缅建设经济走廊 首先是要考虑缅甸国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 根据缅甸的国家发展规划 那么我们来同缅甸通过平等的协商 来探讨这个走廊的发展的前景和它具体的规划 王毅说中缅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把这个政治共识集体化是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成果 这将肯定会有力推动缅甸整体的发展 那么资政女士跟我讲 是不是可以先从交通啊 从电力开始 从最需要的一些路段开始 我说我们恰恰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愿意从缅甸最需要的领域开始 从最紧迫的项目开始做起 尤其是要汇集到缅甸的民生 对于百废戴新的缅甸来说 提高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缅甸民众期望 未来中缅两国的合作 将能有效提升缅甸的经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冯先生某缅甸 内比都采访报道 好 今天的视点关注 带您关心的是 超科问题解决的最新的动态 那我们首先呢 要把现场交给北京直播室记者刘瑞 来用我们报道最新的消息 刘瑞 好的 雅芳 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消息 首先我们来看韩国外交部长官 康亲和21号就启程前往北京 将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会谈 为总统王在野 文在野12月访华做准备 并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 与中方深入交换意见 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近日发表演讲 将朝鲜链入恐怖主义支持国名单 还宣布美国财政部 将向朝鲜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舟二 就回应说 各方应有利于都回到谈判桌上 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来看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 美国将要对朝鲜做出 新一轮制裁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当前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 希望有关各方多做有利于形势缓和 有利于各方回到谈判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的 正确轨道上 当前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 我们还是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多做有利于形势缓和 有利于所有相关各方重回谈判 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正确的轨道 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卢康也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如何深入发展中美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交换了看法 这里就包括半岛局势 美国财政部是否发布进一步对朝鲜制裁 不做预判要看具体情况 他再次强调从各方根本利益出发 硬看到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 应做有利于各方都回到谈判桌 而不是相反的事 凤凰卫视雷宇王磊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 近日访问朝鲜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 美国驻华大使布莱斯特雷就表示 希望朝鲜能够回到谈判协商的轨道 而美方也愿意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发挥积极的作用 通过确实的措施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来看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莱斯塔德 周一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 谈及朝核问题 他透露自己曾在9月初朝鲜进行第6次核试验后 赴中朝边境吉林省沿边考察 也体会到当地人对朝核问题的担忧 他还表示中方和美方在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上是一致的 希望双方继续在联合国发挥领导力 推动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近期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使 中联部部长宋涛对朝鲜的访问 布莱斯塔德也表达了赞同 希望中方能够说服朝鲜回到谈判协商的轨道 凤凰卫视林小文 叶博健 侯友运 北京报道 那么今天北京的焦点新闻就是这些 我们把现场交还给亚方 好 我们先谢谢刘瑞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那么到底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进展如何 在这个北京的现场 我们请到了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浩 来我们分析 苏主任你好 你好 亚方 苏主任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进展是美国 再次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名单当中 而这个时间点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特使 宋涛刚刚访问朝鲜回国之后 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有些什么巧妙 美国再次把朝鲜列入之恐名单的原因 以及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对应该说这个美国把朝鲜列入之恐名单了 是早在1988年的时候 就把朝鲜列入这个之恐名单了 因为当时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攻击的行动 所以这个美国认为朝鲜是对恐怖主义 有直接的支持的这种行为 所以把它列为恐怖主义的这个支持者的名单当中 那么在这之后20年 直到2008年 因为当时这个六方会谈起了一定的进展 所以美国就把它从之恐名单当中 把它撤出来了 但是现在时隔9年 那么特朗普再次把朝鲜列为之恐名单 那么实际上昨天20号列为之恐名单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的这个特使宋涛部长 中林部的部长 那么刚访问朝鲜回来 那么美国就采取这种行动 那么确实这个时间点呢 确实比较的微妙 因为在这之前呢 那么中美之间元首进行了会谈 那么就这个半岛的问题呢 双方进行了深入的这个交流情况 而且呢也相当的一定程度上有了共识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中国派出了特使到朝鲜进行这个访问 当然访问的目标主要是 目的主要是为了要解决 解释这个中国的19大以来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和我们政府的一些考虑 那这里面也确实 也会要交流这个关于半岛的乌合化的问题 那么我想中国会认真的 严肃的把这个中国的关切 以及国际社会的关切 包括美国 也包括韩国 对乌合化问题的关切呢 向朝鲜方面转达 同时也把现在的这么一种 半岛地区的这种紧张的局势呢 也会在朝鲜方面做出这个说明 那么明确地向朝鲜方面表示 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对朝鲜办法乌合化的认真的态度 和这种紧张局势的这么一种管控的这个需要 所以我想中国方面的这种表达呢 应该是会让朝鲜方面听进去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美国方面 那么可能也试图要强化它 对朝鲜的这一种压力 那么我想呢 一个降低 一个提高 降低呢 可能是美国方面 要通过这么一种把朝鲜列为知口名单的方式 那么降低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让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门槛 把它降低 那么提高呢 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来提高美国对朝鲜这一种战略性的 这种威慑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可能也让示范一种信息 让朝鲜明显地感觉到 这么一个巨大的国际社会的这个压力之下 它必须要认真地慎重地考虑 它所采取的这个行动 那么我想 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 那么和朝鲜方面这种交流 应该说 中国的作用 会发挥比较积极的 而且突出的一个作用会体现出来 那么我想 在这方面来说呢 美国的行动呢 当然一方面是表现了 国际社会的高度紧张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中国也希望 有关的各方 包括美国 也不要采取更复杂的这个行动 让这个形势更加紧张 更加激发这个 相互激态这个对抗的状态 那么为未来的这么一个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为未来的双方 可能走到他们桌上来 认真地处理半岛的问题呢 来创造条件 好的 对需要你刚刚提到的 中美双方经常强调 要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 但是经常的结果是 中方坐下来谈 美方又将行动升级 所以你到底怎么看啊 中美能不能够就解决 朝核问题 形成一个合力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中方 怎么看待美国的这个 政策不确定性 对朝鲜半岛局势带来的影响 那么确实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那么中美之间 在处理半岛问题 虽然双方的目标 还是比较的相通的 也就是实现半岛的无核化 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 确实明显的不同 那么我们中国一直主张 通过谈判的方式 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半岛的无核化的问题 但是美方一直高调的 用这个军事压力的方式 来以压来迫使朝鲜来接受美国的这种要求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 显然美国这种不断的高压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显然不有利于和平的稳定的这个半岛的维持 同时可能会反而导致 这种可能出现武装冲突的这种局面的产生 而且这个状态一旦出现 实际上局面是很难以控制的 未来可能会出现非常复杂 难以管控的局面 所以从这个状态来看 从最坏的这个状态角度来评估 那么从中国角度来 以及国际社会也看到 可能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 才是最佳的方式 那么中国方面也提出了 过去提出来的双轨机制 以及双掌听的方案 那么应该说 还是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半岛问题 那么我想这方面来说 美国也需要中国在这方面释放一种信息 向朝鲜方面做一些一定的工作 那么让朝鲜有理性的来 采取这种态度来对待 目前所出现这种复杂的局面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看到中韩关系 其实已经在转暖了 这个高层互访也增加 所以你又怎么看待 双方将来在这个解决 朝核问题上 朝鲜问题上 能够有些什么样的作为 对应该说朝鲜问题的状况 确实对于韩国 对于中国来看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尤其是韩国 造成很大的一个 来自北方的所谓的威胁 那么在这个状况来下 应该说朝鲜 韩国也非常希望 中国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那么让这个高度紧张的状态 有所降温 所以正因为这样 所以韩国方面 那么在目前 那么双方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炸的问题上 得到这个封存 那么朝鲜使得双方的关系 可以向前推进 在这个状态之下 应该说中韩之间 可以有的非常重要的 共同的安全基础 就是来维持半岛的和平稳定 特别是 那么双方之间 各自从不同的方向 那么韩国实际上 它也表达了这个 一旦条件成熟 那么韩国方面也希望 和朝鲜来进行一种良性的互动 那么中国和朝鲜之间 那么通过这次高层的这么一个交流 应该说朝鲜方面 也明确地知道了中国的关系 那么我想 通过不同的方向 那么使得朝鲜方面 可以更多地理解和了解 外部的状况 从而使得朝鲜 可以以理性的方式 来处理目前所面临的 这么复杂的局面 我想在这点上 应该中韩之间 可以相互沟通 相互协调 那么从不同的方向 来达到相通的目标 好的 好的 我们谢谢苏主任 就朝鲜半岛问题 朝核半岛问题 目前这样的一个局势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那么再来 要带您看到 凤凰卫视记者获得消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从北京直飞平壤的航班 从本周开始全部暂停 国航驻平壤的办公室 也已经撤走 那么11月20号 也就是周一执行的是 最后一个航班 国航方面回应记者查询是表示 主要是因为航线经营 不理想的原因 另外由中共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何亦廷率领的 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戒团 星期二下午飞抵了首尔 展开对韩国的三天访问 那么期间 他将会晤韩方官员 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 向他们介绍中共十九大的成果 何亦廷抵达首尔之后 向媒体表示 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向韩国政党 媒体财经界和智库 介绍中共十九大主要情况 增加相互理解 加强双边合作 何亦廷预定 星期三前往会晤韩国外交部 第一次关林胜南 并会见韩国政府财经界 主要媒体的有关人士 上个月底 中国与韩国同意 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 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那么由此过去大半年 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而交恶的中韩关系逐渐开始回暖 好那么先去一下广告回来 带您关注其他重要消息 继续带您关注当地时间20号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应邀出席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时致辞 并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贺信 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希尔斯则宣读了 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核心 崔天凯大使在晚宴上宣读习近平主席 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贺信时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中美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 当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希尔斯女士也宣读了 来自总统特朗普的贺信 特朗普在贺信中强调 美中关系不仅影响到两国人民 更对世界各国谋求 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 此外 崔大使还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的发展为中美关系 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的前景 希望中美双方坚持两国关系 发展的正确方向 保持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 访问卫视陈青伟丁业 纽约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星期二傍晚在北京会见了 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企业界代表 他指出近期中日关系正在逐步改善 双方应该加以珍惜 并且继续巩固改善的基础 日中经济协会联合日本金团联 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 三个日本经济界团体 共250位企业家近期到访中国 这也是访华团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 李克强周二傍晚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这些企业家 并提到近期中日关系逐步改善 出现向好的势头 双方应继续巩固改善的基础 而这也需要中日两国的经济界 继续加强沟通 增进交流 日本金团联会长神员定征 并且来巩固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 这也需要中日两国的经济界 继续加强沟通 增进交流与合作 日本金团联会长神员定征 也代表日方表达了经济界 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欢迎 他提出希望两国首脑间 持续性的交流 能够进一步稳定 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 这也是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 日中经济协会每年派团访问中国到今年已经是第43年 这次访华团在北京访问期间还将同中国工信部 商务部以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官员进行交流 随后还将前往广东省考察当地企业 凤凰卫讯 李小文 侯友韵 北京报道 好 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重要消息 请出香港直播室记者张建业 以及台北直播室的联雅慧来我们报道 首先把现场交给建业 谢谢亚方 在香港 中共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 本周将会到香港为问责官员以及高级公务员 讲解十九大的报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 这是特区政府的惯常做法 香港有必要了解如何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请看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证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融会在本周到港 向特区政府官员讲解十九大报告 他只邀请专家就重要议题演讲 是政府的惯常做法 香港有必要了解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十九大的报告 对于国家的事务的发展非常重要 当然对于香港也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特区政府也都是按照以往的做法 请中央安排最适当的人选 来到香港为我们主持这些讲座 这次中央安排的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冷融先生 将会在这个礼拜为我的同事来主持这个讲座 中央是会支持港澳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 是什么东西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可以融入这个发展的大局 香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展开三步走程序 不过协议的全部内容并未对外公开 林郑月娥指暂时不公开并非隐瞒 三步走的方法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 被问到何时会重新向立法会提交 为一地两检让路的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时 林郑月娥说要视乎整体行事 不希望在附属条例上花大量时间审议 而为了尊重立法会的限制功能 林郑月娥指明年1月起 她每个月会额外出席立法会会议一至两次 接受议员半个小时的质讯 富华卫视胡晓彤香港报道 另外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何靖 星期二从新时代新目标新思想 以及新机遇四个方面对19大报告做了详细的解读 并且鼓励香港人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志愿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共同努力 请看报道 中联办副主任何靖21号 在学习19大精神座谈会上发表专题宣讲 她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找到并坚持拓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十九大是全球触目举施关注一次大会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会议 能够如此高的受到全球的关注 这个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执政党 被围堵被制裁 都现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这些巨大可喜的变化 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管制能力和水平 何靖从新时代 新目标 新思想及新机遇四个方面 对十九大报告做了解读 并提到对港澳问题的论述 鼓励香港人要抓住机遇 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支援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共同努力 冯红卫视黄指缘香港报道 上次香港今天的新闻重点 先把时间交还给亚方 好 我们先谢谢建业 那么继续来看到台湾方面的重要消息 把现场交给台北直播室的亚慧 亚方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一起来关心 台湾县市长选举即将到来 国民党为了抢供妇女选票 针对妇女议题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查 民调结果显示 多数妇女不满意社会存在严重的低薪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蔡政府提出的公共托育 解决低薪以及教育政策不见成效 让他们的压力不减反增 请看报道 国民党妇女部公布最新妇女相关议题民调显示 多数台湾女性认为 现阶段经济压力大 再加上公共幼儿照护严重不足 导致不少女性家庭和工作难以兼顾 觉得负担沉重 你对于政府解决低薪的成效的满意度到底有多高 这是在我们所有的问卷当中是满意度最低的 有关于在低薪的部分 特别是你会发现达零分的竟然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六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数字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台湾面临低薪 工时长以及托育不易问题 尽管蔡政府上台后提出相关奖励生育政策 但显然无法获得女性支持 进一步分析也显示 台湾虽然选出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却无助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我们多数的女性朋友认为自己在自己的权益上面 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完整的提升 甚至我们可以从民调当中可以看到 有接近两成的妇女朋友认为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蔡总统只有完成了 自己的政治的最后一里路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台湾 我们将近九百万的成年的妇女来讲 平权的最后一里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国民党指出蔡政府任用女性格员人数 已经创下20年来最低纪录 根本是漠视性别平等 国民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应强化女性权益 提振经济解决低薪问题 才能减少妇女压力 凤凰卫视列会彭诗亭杨文尚林哲宏 台北报导 另外台湾军方21号开放新竹空军基地 提供民众参观 并安排三型主力阵机 幻象阵机 IDF巾国号阵机和F16阵机进行性能展演 但活动进行中 一架IDF巾国号阵机疑似遭鸟机 导致发电机失效 冒出黑烟后紧急落地 幸好人机均安 请看报导 台湾空军举行年度展演 开放新竹空军基地让民众参观 各式主力战机在空中大受飞行特技 在地面仰头观看的民众不时发出惊叹声 不过下一幕一架IDF巾国号战机在执行战机操演桑目时 疑似隐形遭到飞鸟撞击 机尾串出浓烟 现场一阵紧张 发生故障的巾国号战机紧急落地 机身不断冒出浓烟 机场消防车立刻前往洒水降温 地勤人员一旁待命 直到飞行员离开机舱 工作人员才松了一口气 做一个战速拉升的动作的时候 有听闻我的飞机有碰碰的两个异声 军方表示初步判断应该是鸟集 造成发电机失效 降落后紧急动力系统自动启动 飞机冒黑烟是正常现象 后续的调查工作会持续进行 而这也是台湾空军基地开放活动 首次发生战机遭鸟集的意外 凤凰卫视黄加藤静敏怀台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站关注的焦点 时间交还给雅芳 好 谢谢雅慧在台北及今年在香港 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先休息一会 回来看其他的重要消息 我们会见 北京市大新区大火 共造成19人死亡 北京市已经确认全部遇难者的情况 并且查获涉案的18人 据北京市通报情况 此次火灾共造成19人遇难 其中男性11人 女性8人 专案组通过家属辨认 DNA检验等初步确定遇难者的身份 截至20号下午 7名受伤人员生命体征平稳 1人伤情危重 这次火灾发生在18号傍晚6点多 经初步调查勘验 起火的是北京市大新区西洪门镇 一处集储存 生产 居住功能为一体的三合一场所 地上二层 局部三层均为出租房 共305间房 租住400余人 事发后 公安机关已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 目前 共查获涉案人员18人均已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 火灾原因也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连接香港珠海及澳门的港珠澳大桥 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完工通车 那么正在北京访问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星期二被问及港珠澳大桥超支100亿元的问题 陈茂波表示 政府会按既定程序申请拨款 希望这项方便三地市民往来的工程能够尽快通车 我们会按政府的既定程序去申请这个拨款 当时 当然这个拨款如果要去立法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去的 也都跟大家交代 讲清楚的情况是怎样 至于工程方面的目标就是今年年底前 相关的建造工程应该大致就完成了 接着下来就是其他的准备工作 我们很希望这个有利于三地市民的来往 还有人流物流各方面都能够利便的一项设施 能够早日交付使用 令大家都可以受益到 至于港珠澳三地对超支额分担比例问题 陈茂波表示 相信当时签署协议时有关相关的规定 目前因在北京访问并没有相关的文件资料 他说这次率领香港财经官员到北京 是与中央财经官员进行年度的交流 会重点讨论金融安全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问题 一艘大陆籍渔船上个星期五在台湾里岛金门 翻覆沉默 船上两人下落不明 失踪渔民的家属自行驾船前往金门岸边搜寻 但是因为没有证件 已经在星期二原船送返大陆 失踪大陆渔民的家属坐在岸边不断错棄 多名海巡人员上前安抚 因为他的家人驾着渔船 17号在台湾里岛金门翻覆 三人落海 目前仍有两人下落不明 失踪渔民的家属共18人是在20号自行驾着两艘船 在金门交岩区一带 找寻落海的两名亲友 但因身上没有证件 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遭金门岸巡总队依法留置调查 金门岸巡总队表示 这是台湾首次有大陆渔民为了寻找失联亲友而非法入境 他们扣留一天后已在21号下午原船送返大陆 访问是李戴景红志文特别报道 国际时尚界的盛世维多利亚的秘密 年度内衣大秀首度仪式亚洲 那么星期一晚在上海隆重登场 中外围密天使们集体亮相 节目最后就带你一块去看看 这个撩动世界的大长腿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我是谢雅邦 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再会